我認為其實他這樣子做 用心是非常的險惡 所以看到我的同事佩君這樣子被欺負 我是覺得 一定要出來幫他講點話 那如果說朱學恆他真的深具悔意的話 那其實他直接自首就好 但是今天他選擇一面呢 欺騙大眾說他願意負責 擺出一副好像他已經後悔了 他已經懺悔了 然後呢讓一大堆網友留言為他加油 可是在法律上他用了告發但不自首 這樣吊詭的方式把鍾佩君 拖進偵察庭去來跟他對打 讓鍾佩君在被動的狀況之下 又被他惡度傷害 這是我覺得我們實在是 不能夠繼續袖手旁觀的原因 如果說朱學恆他真的是有悔意 而且像他所說的一樣願意負責的話 他應該採用自首的方式 到地前署去 因為檢察官還沒有開始偵辦嘛 所以他可以主動交代他犯罪的人事實地物 然後並且很重要的是要表明 願意接受裁判 這樣的意思 這個是我們經常一般在講的自首 也是展現說他真的有悔意的最好的方式 那如果說他認為說他是清白的他要以送紙棒的話 其實他可以提告誹謗嘛 那這個是一般我們常見到的狀況 可是呢他昨天用了一個非常吊詭的告發自己 但是告發不自首 那如果說大家看他的告發狀上 他還有埋了一個伏筆 他說希望藉由檢察官的偵查 可以早日還原事實 那他講這句話其實言下之意就是 他認為鍾佩君講的不是事實嘛 因為如果他承認鍾佩君講的是事實 那還需要還原什麼 佩君已經把他還原了不是嗎 所以他這樣子去告發之後 對於檢察官來說 檢察官要做的動作 變成是要去傳喚鍾佩君來作證 而且呢他會產生一個效果是 鍾佩君必須負起舉證的責任 要把所有的證據 提出來交給檢察官 而且還要在偵查庭上 再一次的重複的 訴說了自己的受害經驗 而對於朱學橫芳而言呢 他未來在偵查中 他甚至還可以繼續的否認自己的犯行 繼續說鍾佩君講的不是事實 繼續要求檢察官來還原事實 那大家也都知道 其實檢察官要起訴的門檻是蠻高的 在刑事訴訟法上 是說要逐任有犯罪的嫌疑才可以起訴 所以未來如果說遇到 在法律上舉證不足的情形 甚至朱學橫還可以得到一個 不起訴處分的大理 所以我認為其實他這樣子做 用心是非常的險惡 所以看到我的同事佩君 這樣子被欺負 我是覺得一定要出來幫他講點話 那如果說朱學橫他真的深具悔意的話 那其實他直接自首就好 過得是說他直接遵守他對佩君的承諾 好好的戒酒 從此以後不再接近中佩君 這些都是他展現悔意的最好的方式 但是今天他選擇一面呢 欺騙大眾說他願意負責 擺出一副好像他已經後悔了 他已經懺悔了 然後呢讓一大堆網友留言為他加油 可是在法律上他用了 告發但不自首這樣吊詭的方式 把中佩君拖進偵察庭去來跟他對打 讓中佩君在被動的狀況之下 又被他惡度傷害 這是我覺得我們實在是 不能夠繼續袖手旁觀的原因 其實很難我們這個沒有水晶球 去預測說未來的結局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一定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說 被害人這次是被動的被帶上法院 也就是說我們經常在講說 在性侵害跟性騷擾的案子裡面 為什麼現在這一波MeToo的風潮 我們要尊重大家 把受害經驗說出來的權利 因為這個是把 是讓這個受害人 把主動權再次拿回自己手上 是一個賠利一個empowerment的過程 可是朱雪橫現在這個動作 他是直接把被害人被動的拖上偵察庭 而且他不是提告誹謗 用告發而不自首的方式 反而讓被害人他要負起 跟檢察官一起 好像是要負起全部的舉證責任 所以在這個程度上 他反而又是再一次的奪走了 被害人的主動權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經常在講說 所謂的尊重受害者 並不是說嘴巴說尊重 而是你要把主動權 放回這個受害者的手上 讓他可以自己去決定 是不是走法律程序 如果走法律程序 他要走民事還是行事的 哪一種的法律程序 那我覺得 如何的讓這個受害者 在勇敢的陳述之後的 這段過程當中 可以得到療癒可以得到復原 這是我們最在意的 那我也相信絕大多數的受害者 並不是說 要把這個被害者追殺到什麼程度 而是希望得到一個 誠懇誠心的道歉 並且看到對方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所以朱學恆現在所做的這個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預測 檢察官偵查的結果是什麼 或是沒有辦法預測訴訟的結果是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很肯定看到的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被害人就是二度受傷 就是在繼續受傷 所以朱學恆現在他是 社會的名人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可是呢 他不願意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 還做出了這麼錯誤的示範 這個是我無法忍受的